以赛亚书第49章 纵海岛啊 当听我言 远方的众民啊 留心而听 自我出胎 耶和华就选召我 自出母父 他就提我的名 他使我的口如块刀 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 又使我成为魔量的剑 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 对我说 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我必因你得荣耀 我却说 我劳碌是图然 我尽力是虚无虚空 然而 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 我的赏识必在我神那里 耶和华从我出胎 造就我做他的仆人 要使雅各归向他 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 原来 耶和华看我为尊贵 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 现在他说 你做我的仆人 使雅各众之派护心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 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我的救恩 直到地极 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 对那被人所藐视 本国所争恶 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 君王要看见救赞旗 首领也要下拜 都因信实的耶和华 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 耶和华如此说 在悦纳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记住了你 我要保护你 使你做众民的宗宝 护心遍地 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 出来吧 对那在黑暗的人说 显怒吧 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 在一切静光的高处 必有食物 不饥不渴 炎热和烈日 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连续他们的 必引导他们 领他们到水泉旁边 我必使我的众山 成为大道 我的大路也被修高 看啊 这些从远方来 这些从北方 从西方来 这些从秦国来 诸天啊 应当欢呼 大地啊 应当快乐 众山啊 应当花声歌唱 因为 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 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 喜安说 耶和华离弃了我 主忘记了我 护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看啊 我将你明刻在我掌上 你的强缘藏在我眼前 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 毁坏你的 使你荒惠的 必都离你出去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 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 以他们为华带束腰 像心腹一样 至于你荒惠凄凉之处 并你被毁坏之地 现今众民居住 必显为太宅 突灭你的 必离你遥远 你必听见上子之后 所生的儿女说 这地方我居住太宅 求你给我地方居住 那时你心里必说 我既上子独居 是被掳的 漂流在外 谁给我生这些 谁将这些养大呢 披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 这些在哪里呢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向列国举手 向万民树立大旗 他们必将你的众子 怀中抱来 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 猎王必做你的养父 王后必做你的乳母 他们必将脸伏地 向你下拜 并舔你脚上的尘土 你便知道 我是耶和华 等候我的 必不至羞愧 永世抢去的 岂能夺回 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 但耶和华如此说 就是永世所掳掠的 也可以夺回 强暴人所抢的 也可以解救 与你相争的 我必与他相争 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 吃自己的肉 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 好像喝甜酒一样 凡有血气的 必都知道我 耶和华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救赎主 是雅各的大能者 感谢观看 岂能够